歡迎來到久違的黑子的PHA局 我們這場是在ESO上面打的台灣劍士族內戰 這次是一個校衛對上一個中士 地圖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個ESOC的大平原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是中國對上法國 紅色的是法國中士玩家 他基本上一開始是練英國 後來有轉惡圖曼 然後現在練法國 那看他這一場有什麼問題 好那ESOC的地圖都分佈的比較均勻一點 這邊可能要先把肉桿回來 這邊還有一團 這邊應該還有一團 這邊中國採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打法 是一個單春落 然後這邊應該是要投保 單春落然後開一個貿易戰 那通常這種打法是用來快攻的 那這邊直接被A了一個保 好那其實打起來就很虧 好這邊下一個春落 我們看一下排成 OK 都有排成 好 蓋一下 可以 英雄活著嗎 還可以 因為英雄活著就沒有少那個經驗值 所以沒什麼大問題 好 OK 那 這樣蓋好之後 這邊剛好有個TP 這樣經驗值就會跳一下 好這邊也有個改動物 那這裡有兩團肉都還可以 那就要看兩邊要怎麼打 可能是快攻 也有可能是直升 那就要看兩邊的取色 要怎麼走 然後法國這邊有開一個市場科技喔 打獵的 那中國這邊肉桿的是沒什麼問題啊 雖然少位 不過這個桿肉 基本上中位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也有再去A人家的英雄 整體來說控制還不錯 好這邊 英雄要死了 然後這邊卡一下位置喔 細節做得不錯 這裡細節做得不錯 那如果你是英雄的話 那可能 就是你走路要小心一點 好這邊再下一個房子喔 看起來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這邊中國也在打包 然後 這邊在上十代了 可是中國還沒有上十代 中國十六農了 十五快夠了 七百五十幾了 喔說錯了 中國十五農 然後 法國十四農 好 十六農了 好那邊下 好 沒有人蓋嗎 沒有在省耶 喔有有有 有了有了 有在跑那個 進度條 那這樣 會稍微賣一些喔 如果就算是要 這樣是要快攻 那也會頻慢 好這邊法國想要先發智人了 選擇拉村民去牽制喔 好 那這邊其實打了還蠻多寶的 整體來說流程會快一點喔 如果要直升的話 OK 那這邊把寶A掉之後 OK 黑熊死掉 賺一個十五的經驗值 順便吃一個木寶 八十目 還蠻多的 這個可能會被發現喔 喔 沒有 找到這個地方而已 這個地方 剛好 擦肩而過 這個AI應該可以 UI啦 觀戰UI界面應該可以再進步一點喔 就變成切換視角 這個地方是顯示 敵方視角跟我方視角這樣子 應該是有 只是我要再找一下 排層這邊排四火槍喔 那其實基本上法國一開始要爆火槍是有點難度的 尤其是雙均勻爆火槍 因為肉木的資源比較不好配 反而是奴毛法的那個 配置會比較好一點 好這邊 中國看一下他的船運喔 三四濃嘛 然後中國這邊應該要算700斤吧 因為這邊都是配肉精這樣子 第一輪火槍 五分四十三 稍微慢了一些喔 慢了三十秒 這個竟然沒有躲存喔 這存要死了 看一下這邊其他細節有沒有做 啊科技沒開完喔 開二階 但是金礦你要開 如果你要爆 爆兵的話 可能就開肉木 就金線不要開這樣子 好這個火槍控兵還是不太好 集結點是在前面 這個很容易省掉 好七百金拿了 這邊壓力給的太小 壓力給的不夠 所以中國應該要上世代三了 那船運來的比較快也是有優點 雖然這張卡才兩寸而已喔 但是你的貿易戰會讓船運來的比較快一點 好這邊要下了 OK放下去 那基本上這一局差不多就結束了 因為壓力給的太小 好叫了一個巴弩 這邊其實應該發個七百木 因為其實木頭有點少 不過防一下也可以 只是等一下自己補木頭 這邊要發木了吧 喔還是選擇吃肉嗎 OK還是選擇吃肉 其實應該要發木頭才對阿 不然等一下沒有木頭了 除非他還有一張卡 可以多發一張七百木 可是看他的那個進度條是不夠 不夠再發一張木箱的 好不好 這個法國的進攻性 整體來說都不足 壓力給的太小 開了二階打獵 然後配置上來說 拿了應該要先發七百木 不知道什麼是六百木 可能是沒卡 這邊自己產了三馬 那你就不要開雙軍營喔 那你就單軍營一馬就就好了 這太貪心了 你要把那個每個軍事建築物最大化 你不能蓋了一個 然後等一下卡人口 這個很明顯的 等一下卡人口 木箱夠也沒有用 選擇蓋大爆恩4喔 這個打量還蠻大的 這個打量還蠻大的 OK那這一波可能會死很多火槍 這個可以開一下掩護 上時帶3 有了 有一張七百木 有一張七百木 好 殘地址 這邊看誰稍微微控好一點 這個馬不知道在幹嘛 這張看起來 法國要輸了 這邊把那個 房子阿 然後領事館阿 均勻補一補就好 這邊還要再補一棟那個 這邊採那麼多金 黃金的話應該是要用鐵軍喔 結毛英國 然後換個鐵軍出來 這邊要把村落蓋在外面嗎 OK 這個壓制力很兇的打法 但是這也是在 你有壓制對手的時候才能用 一般在情況的話 沒有壓制好對手 這樣蓋是稍微偏危險 容易被馬抓 尤其是對方已經有轉馬的情況下 就比較不適合這樣玩 但是對方如果是雙兵贏 然後馬舊又不好好出馬的話 那還有點機會 那其實這個配置是覺得 個人是覺得有點奇怪了 六毛 兩火牆三毛兵 嗯 而且感覺中間有挺濃 現在才18濃而已 22濃 因為庫名是1.25的村名量 變成說 不是 27濃 然後 中國是23濃 因為你要算這個 大包恩寺 旁邊有寫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小的橫條 OK那這邊 對啊 領事館的握選軍隊來了 那其實 這個數值 要猜數值完全不會輸啊 有沒有 打了一團還是贏 那這時候你出毛兵其實基本上就是送死啊 好啦 這個 第一波的長刀綁火神槍出來了 那 就可以持續的給壓力 人口已經到了85 應該是有開那個升級的房屋的科技 這邊 再發了一張五流星錘 把壓力給好給滿 這邊一千金 等一下可以發滿洲或者是鐵軍 看一下 喔 又滿洲 可以發滿洲 那這樣其實 法國基本上就走遠了 壓力給他一小 當他發七百金的時候 他沒有發冰卡嘛 你要瞬間的能夠把壓力給出來 不管是拆領事館 那個TP也好 或者是拆到房子也好 壓力要給出來才有辦法 打 就是要靠你第一波冰加上一張三馬卡 把整個威力打出來 才有機會 看這邊 其實搶肉區搶得還蠻不錯的 在戰圖的意思上來說很好 就是你要把資源區控住 你有出馬的話 也方便用馬去把對方的村民抓到 放置人口數支援到115 排城的部分 這邊是沒有排軍隊 因為黃金不太夠 應該是拿去打滿洲了 這邊去抓村民 再下一個市場 直接把庫米殺掉 但是這邊有村民 應該是有看到吧 應該是有看到吧 這邊直接拆馬舊了 這馬舊拆掉 基本上法國的軍事建築物都沒了 這邊這一棟 這邊村民要被抓了 科技是有開啦 但是軍隊真的太少了 這個村民要死光了 這個村民要死光了 看一下他們有沒有開科技 還沒 市場是蓋好了 但是村民的科技還沒有生 滿洲來了 就滿洲 UG了 OK 好 那這一場先錄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數據 中國是有死村 但其實應該不用死到這麼多村 然後資源數 法國是比較多的 但是他的壓力沒有給出來 那你中國的冰箱隊就比較好爆 那個壓力給太小了 這邊雖然你看 你五分半才已經出了一輪火槍了 但是你到六分多的時候才壓進去 那整體來說就偏滿 因為這邊你看他 也是八分鐘上時代 不是七分半上時代 所以壓力給夠 直接可以拆掉一個村落 甚至一直把兵力抱起來 一直壓一直壓都還可以做得到 畢竟只要能夠讓他的村 受到壓制 沒有辦法採資源 都還有機會可以打 那中國的話其實 不管怎麼樣打 反正隨便也拉個牆 然後發一張冰卡 就有機會做反打了 那就看兩邊誰操作比較好 甚至拉村民出來吸傷害都可以 那這場就先錄到這邊 我是黑子 好了下次再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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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